你相信这世界上有可以让人改邪归正的药物吗? 不是那种清除记忆,忘掉仇恨之类的 而是从人性的根本上向善 约翰是个十恶不舍的杀人犯 法律的制裁并没有让他有所收敛 在监狱里,他用螺丝刀刺穿玉尔的眼睛 即使在被执行死刑的时候,他也毫无回忆 生命的最后时刻,约翰的脑海中闪现着 他受尽周末痛苦不堪的童年 以及他从黑帮分子手中抢钱的情景 当时,他拿着钱袋下楼逃跑 迎面遇到了一位年轻人 约翰没有多想,迅速开枪击中了对方 结果却发现,对方不是黑帮分子 只是一位普通住户 约翰到楼下后,心底尚存的良知让他停住了脚步 他抬头看向倒在削破中的年轻人 一滴鲜血滴露在他的肩膀上 并深深印在了他的心里 最后,约翰怀着对这个世界的愤恨,闭上了眼睛 停尸房里,本该死去的约翰竟活了过来 原来,他被一家药品研发公司选为了新药的试验品 此时,约翰要么同意参加实验 要么再次接受真正的死刑 没有人能拒绝获得第二次生命的机会 于是,约翰被秘密带到了实验室 将要在他身上试验的药品 是由麦克医生研发的一种 通过改变人体大脑中的化学物质 从而抑制暴力倾向,减少攻击能力的药物 这是这种药物第一次在人身上做实验 所以不知道会有什么副作用 并且,这场实验没有期限 约翰和其他19门实验品将被无限期观察 约翰需要每隔6小时吃一次药 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会全天后观察和监测 他身体的各项指标变化 服药几天后 麦克打算去除约翰的手铐看看效果 谁知,约翰趁机袭击工作人员 企图逃跑,还差点就成功了 就在他快要翻出枪时 被麻醉枪射中,再次被送回到了实验室中 等约翰醒来后发现 手上的一些纹身被洗掉了 他气急败坏了大喊大叫 要想改变一个人的内心 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 所以,麦克决定先从改变约翰的外表开始 麦克从资料中了解到 约翰在10岁时亲眼目睹了母亲被杀害的过程 这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 成为孤儿的约翰 在被虐待和暴力的环境中长大 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反社会病态人格 麦克提到约翰曾杀过的人 约翰辩解他是为了自我保护 而提到那个被他误杀的年轻人时 他罕见地沉默了 约翰的情绪变化 让麦克感觉到或许是他的要起作用了 当天夜晚 约翰梦到了那个被他开枪击中的年轻人 之后便辗转难眠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约翰一改往日的暴力秉性 整个人都平静了很多 麦克很高兴 可当他来到约翰面前时 约翰却突然发难 挟持住他再次企图逃跑 可惜下楼时出了点状况 依然没能成功 麦克的上司现状 打算放弃约翰这个试验品 但麦克并没有失去信心 一段时间后 工作人员借着送餐的机会 故意把饭菜撒在约翰的身上 来观察他的反应 结果 约翰一反常态 不但没有动手 见了一句脏话都没有出口 更加让人没想到的是 约翰有了毁锅表现 他因为误伤的那个年轻人 而感到良心不安 常常噩梦连连 无法入睡 甚至脆弱无主导 痛哭流涕 麦克像朋友一样安慰他 然后给他开了 帮助睡眠的药剂 又经过五个星期的观察 约翰的各项指标 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于是 麦克申请 开始第二阶段的实验 把约翰发到社会环境中 观察药效 此时 约翰身上的纹身 和脸上的疤痕 已经全部被剧除 性情也变得 前所未有的温和 麦克给他租了一间公寓 每个星期会给他300块生活费 同时给他改换了姓名 约翰将以全新的面貌和身份 开始新的生活 只是 他还需要带上定位脚环 以及接受工作人员的全面监视 约翰对于新住所非常满意 他看向窗外时发现 有老数人已经盯上了他 但他并没有声张 原来 此前与约翰结下仇怨的黑帮头目 通过收买监狱方面的警察 得知约翰并没有真的被执行死刑 便让人四处打探 因此 约翰刚一离开实验室 就被黑帮杀手盯上了 安顿好住处 约翰开始出门找工作 他先是买了一番报纸 又打了一个电话 随后来到一家洗车行 正犹豫着要不要去应聘时 一个叫特雷莎的女孩叫住他 让他填了工作申请表 之后 约翰在附近的一家便利店 从黑石的人手上买了一把枪 夜里 约翰辗转难眠 于是通过监控探头告诉工作人员 他需要有安眠成分的药 可当工作人员把药送去后 约翰却把药悄悄放进了 给工作人员的饮料里 等到工作人员在监控室睡着后 约翰拿着一个袋子溜出房间 为了避开楼下的监视车辆 他选择从公寓楼后门离开 却正好被找来的黑帮杀手遇见 直到约翰离开监控范围太远 发出警报后 监视车上的人才知道 大事不好 随即根据约翰脚上的定位器追过去 但约翰已经坐上了去往郊区的火车 约翰并不是想逃跑 他找到被他打杀的年轻人盖瑞的家里 盖瑞因为脑部受伤 虽然捡回了一条命 但这里却永远停留在了孩童时期 约翰向盖瑞忏悔道歉 自称是盖瑞的新朋友 不一会儿 盖瑞的哥哥回来了 约翰急忙从后门离开 尽管他已经改头换面 但还是被对方一眼认得出来 盖瑞哥哥拿出 约翰被执行死刑的新闻报纸 不敢相信 这哥哥末竟然还活着 回去的路上 约翰遭到杀手袭击 虽然心性变好了 但伸手可没退步 他快速跑到树林身处 触其不意制服了杀手 原来 约翰买枪是为了对付杀手的 不过 他并没有大开杀戒 对杀手警告一番后 扔掉枪离开了此地 很快 麦克等人根据定位找到了约翰 约翰解释 他没有想要逃跑 只是受不了良心谴责 想当面向盖瑞道歉 麦克在他身上找到了往返车票 相信他没有撒谎 上司认为 上司都有可能失控 所以想要终止协议 在麦克的恳求下 上司才同意 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麦克想知道其他事 就没有试验这的情况 上司却不要过多透露 约翰在洗车行工作踏实努力 给老板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同时 他和漂亮又善解人意的特雷莎 互生情愫 美好的新生活 让约翰变得更加努力上进 一天 麦克经过图书馆时 看到了正在等车的约翰 便提出烧的台译城 看到约翰精神焕发 麦克感到十分欣慰 两人像老朋友一样谈笑风生 说着 约翰询问起 麦克的家庭情况才得知 麦克的儿子八岁时 被街头暴徒枪杀而死 因为心伤难平 麦克与妻子离了婚 然后一心想要研发出一种 以抑制暴力倾向的药物 约翰听后 除了抱歉 不知道该如何安慰 之后他告诉麦克 明天他将有一个约会 麦克真心为他的改变感到高兴 然而 命运并不打算给约翰 重新开始的机会 盖瑞哥哥根据 约翰留在购物带里的小票 找到了那家便利店 沿途打听约翰的下落 好巧不巧 他刚来到洗车行 就看到了和特雷莎一起下班离开的约翰 二人在游乐场正玩得高兴时 约翰忽然瞥见了追过来的黑帮杀手 于是借口去洗手间 将杀手引向别处 枪声招来警卫 杀手见识不妙 果断逃跑 约翰这才得以脱身 而监视车上的工作人员 为了给约翰一些私人空间 约翰把特雷莎安全送回家后 便回到了自己的公寓 不料他刚打开房门 就被跟踪人来的盖瑞哥哥用枪挟持了 另一个房间的监控人员 迟迟没有看到约翰走进房间 便前去查看 随后慌忙追下楼 却被盖瑞哥哥开枪杀死 盖瑞哥哥把约翰打晕 然后简断跟踪起扬长离去 因为找停车位绕圈回来的监视车 看到中枪倒地的同事 以及被扔掉了定位器 便认定是约翰秉性不改 杀人潜逃 迈克接到消息 不敢相信是约翰所为 可他相不相信都没用了 上次禁止他再插手此事 按规定 只要盛品在第二阶段犯一次暴力罪 那么就必须将其杀死 与此同时 盖瑞哥哥把约翰绑回了家 准备为弟弟报仇 约翰满脸悔恨愧疚 不停地道歉 但对方不为所动 盖瑞忘记了以前的所有事情 只记得约翰送他糖果 是他的朋友 关键时刻 他扑倒哥哥去救约翰 约翰趁机捡走枪快速逃离 他感受到自己的情绪波动 打电话给迈克表示 他急需吃药 并解释了事件的前因后果 迈克选择相信他 随即赶去送药 工作人员紧跟其后 试图通过迈克抓捕约翰 迈克发现有小尾巴 没有骂人约翰见面 约翰只好跑到附近的医院药房找药 而黑帮杀手却通过跟踪迈克 发现约翰的踪迹跟到了药房 一番枪战后 约翰击毙了杀手 孤立无缘的他 去找特雷莎群求帮助 但实验室的人已经通知洗车行 约翰是杀人犯的事 特雷莎有些害怕不敢开门 约翰承认他以前确实犯过错 但现在他已经不是以前的他了 与约翰相处的这段日子里 特雷莎能感受到约翰的善良 最终选择了相信 紧接着 实验室的人追来 Trek房门搜查 而约翰也从阳台逃脱 来到了迈克家里 迈克准备护送约翰离开 便让助手把实验室里的药全都带来 并叮嘱助助手 不要告诉任何人 但助手转头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上司 上司随即带人感到 还爆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原来 从一开始 20名试验品就被分成了两组 而服药的那一组 在6周后 全部因肝功能筛集而死 约翰之所以能活到现在 那是因为 他们给约翰吃的药 只是糖果药片而已 约翰身上所发生的改变 也只是安慰剂效应 迈克惊讶之后迅速冷静下来 他借口拿饮料和约翰从窗户逃走 上司后知后觉 带人紧追上去 迈克打算把约翰送去机场 约翰却担心他的药不够 迈克便向他说出 他之前服用的都只是安慰剂而已 看到约翰和刚才的自己 一样震惊的神情 迈克保证 他从未对约翰说过谎 而且安慰剂这件事 他也是刚刚才知道的 说着 实验室的人追了上来 他们不顾迈克的安慰 直接开枪射击 很快车子失控冲进了湖里 约翰没有独自逃生 救出被困的迈克 一起游上来岸 迈克拿出身上所有的钱 交代约翰 无论如何都要逃去机场 此时 约翰忽然意识到 是迈克的关怀改变了他 然而 约翰刚准备离开 就被实验室的人开枪击中 生命的最后时刻 约翰脑海中赏过的 不再只有暴力和痛苦 还多了迈克和善的笑脸 以及特雷莎温柔的脸庞 约翰待着不适合留恋 永远闭上了双眼 之后 迈克辞去了实验室的工作 和前妻一起开办了一个青年中心 因为 他从约翰身上深刻意识到 只有改变青少年的成长环境 避免他们误入歧途 才是消除暴力的根本所在 好了 本期就记得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